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元旦游行就差不多是传统的 这个是 没有七一那些那么大规模 如果是计算这些社会运动 就是行礼如意 就是7164 元旦游行算是第三个齐人 这样搞的一个群众运动 今年民阵就召集人就转了 走出来那个就是 不要说了 就是欧乐軒 欧乐軒 转了一个区员去担任这个角色 就是欧乐軒 孔凌鱼 是不是好了呢 哪个 很难够 我们应该叫做杨正妍 有个 我哭了一包纸巾 那你比较记得的就是 有个陈善盈 陈善盈就是 陈善盈近一点 陈善盈 去年是岑子杰 去年是我评论岑子杰 我主要是评论后面那些人 剪烂了衣服 我想说 我想澄清 我不是说他剪烂衣服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剪 但是我印象里面 剪到吊带背心 原来不是他 好像不是他 另外一个 好像是 一年后才记错了 去年我都评论过 他们元旦游行的记者会 我只是觉得他后面 那些人做什么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今年呢 召集人 召集人 但是有些人 为什么我特别记得孔领宇 除了他的面相比较有异计之外 就是 其实我看回资料 其实我不知道做过一次 是少有的 少有人可以做 不知道做过一次 你也说是吗 是啊 孔领宇 犯斗有多奇 普京都在做总统 那又不妥 都是兜来兜去 那又不妥 就是这样 那今年 元旦游行 我们先听听 其实每年元旦游行 其实都有些口号 那样的 有些主题 那听听今年所谓的Theme 是怎样的 好 反对释法 反对释法 撤回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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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真普选 元旦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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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香港 我要真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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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近日都不少市民 都会见到梁振英说 不连任了 那样 似乎坊间呢 都是 好像松一口气 那样 那但是 我们民阵的看法呢 一直都是 相当之担心 因为 当大家以为 是松一口气的时候 正正就是 最让到 那个形势呢 是值得让人忧虑的时候 因为就是 究竟 梁振英的不连任 但是 他走的路线 在未来日子 是不是代表是终结呢 似乎就近日 一些疑似的候选人 去做的事情呢 我并不认同 所谓的这个 哎 到你后面那些 不知道说什么 后面不知道说什么 前面也不知道说什么 前面有 你至少语意清楚一点 就是喊口号 喊口号 他的口号是什么 他介绍我已经不记住 我见你一班 反对人大释法 什么 我要真普选 这样 落实司法服务 不是 撤回才发服务 我以为落实才发服务 落实真普选 来去去吧 有个叫做主权在民 今次是他们的所谓主题 你明不明 玩这个字 玩得很辛苦 我恨他们辛苦 民主 民主 那怎么转呢 民主 民主 那怎么转呢 主权在民 行不行 我们昨天跟日朗港申成的奖 都想出什么名字 都是那些 就是 争取真普选 叫 走 今年有个特别一点 不是特别一点 吃得近一点 就是说 为四个 四名议员 现在会被司法复核的四名议员 就是姚重炎 刘小丽 梁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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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冠聪 为这几位 你不应该DQ 不应该复核他 没有记者问 那清正那两个呢 没有一个 那是自己囚 不是啊 为什么你不为他 坦坦白白 你告诉我 为什么民阵 在这个游行里 没有清正那两个 因为那两个 大家都是同路人 用他们的说法 他不认为是同路人的 那时候也有说的 就觉得他们 要他们 那是戴耀廷自己的非建制派的嘛 这些东西 不要亂加在一起 你现在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 那神祖的什么三分分拳 没有了呢 其实也有的 他们一再重申 没有记者问的 DQ这两个人 DQ柔良 难道合理吗 不是 他们会觉得 就不赞成的 但是呢 原因呢 要我争取公义 就不必了 原因来说 都很难说他们错 意思是这样 就是搞到满城风雨 说清说楚 我觉得这个世界 其实是割了一隻 其实是割了一隻 割就大力去割了 某程度上 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清静那两个 杀死了本土派 因为他们 他们把口整天口话本土 有意无意暗示 港独 其实他们 由来到尾都没有讲港独 其实他们讲自权 那个港独是很 大家心领神会 他不是本民前 本民前是 港民是港独 或者是香港民主党 港民是港独 但是本民前是 他们的 清静是讲自权 他的endorse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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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些很旧 已经是很旧的事 前陈往事 已经讲了 大家都不懂得笑 他有这样的暗示 其实就是 Stick on 英文 Stick on 即是黏在一个本土派 之后就攬炒 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一些事 然后将整个本土派抹黑了 令到大家觉得 本土运动就是这样的废称 这个就对于一些 可能是蓝丝带 对社会时事未必跟得很贴 的人有一个外观的印象 这个是客观效果走出来 但是其实 因为可能在于我们的听众 或者我们的立场 我们没有去回忆而已 其实他们两个是杀了泛民 其实是杀了民主派 杀了过往的黄丝带 如果在于一般人的眼中 他会在黄丝带的眼中不觉得 但是 其实他们是杀了一些 这些行李渔的游行 这个运动 其实是有拖累的 所以他们现在是说 清走了你们这些 所谓本土派 清走了 其实是不止的 重新建大台 这个重新建大台是第一步 但是其实客观效果 现在先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 现在先说就是 其实 梁仲恒和游慧晶 这个举动引致到DQ 引致到牵连的大波 其实现在想移动这四个 其实就是打开了缺口 而会打开了这个缺口 其实是连整个反对的运动 或者是一个抗争 或者是社会运动 或者是民主 或者是泛民 或者是什么 其实某程度上 都受到拖累的 我觉得他比起 苏可你说叫做本土派 受牵连 其实是不少得很多的 他们都受到影响的 而我是奇怪的 当初他们不用力去打击 他们好像闻不到那种味道 譬如 那他觉得不好意思 譬如几件事 毛孟静就是护航的 就是抱着尤韦晶的 林浩基击死他 就是这样 还觉得要保护 其实 现在回来才告诉你 当初这班泛民 是应该比我们更加大力割席去屌 就是应该第一时间就说 因为你要记得 当时 当时 当时连热普城 都不是说很大力去移动清正 即是适选的那些男人 都不怎么做些什么的时候 其实最大力是黄碧云 在选举论坛 在选举论坛 是拿一份乘报出来 你就是共青年新政 这样移动的 已经是这样的时候 我不明白 其实 在之后 应该一发生这些事 他们要开拖大力割席 直接就说他们是共产党派 这是保护自己的方法 而这是某程度他们受拖累 好了 这件事就放在一边 不说了 现在作为记者 真的要问回民阵 你保护这四个 那两个是怎样的 你当不当自己人 当然 你心里当不当 我当然知道 拿个说法出来 而且大众的黄丝带 他们是要知道 那些不是自己人 某程度上 那你又要说 他不可以只是数珠说 他们是搞港独 他不是我们民主回归派 不是那种数珠 是直接踢他去建制派那边 我都不明白 作为泛民那些人 他们最喜欢踢商王 是共产党派 都未对你造成伤害 他对你造成伤害 籌款 你的选票造成伤害 但真正在整个运动造成伤害 反而是清淨那两个冷坦 其实一开始 应该就数珠就是红色的 就算策略上去说 尤其是现在去到这个时候 就应该更加要动它 其实某程度上 对他们今次游行都造成損害 怎样去呢 去就肯定少人去 这个说法 我是站在黄丝带的立场去说 他们已经预计少人去 因为上年已经很不堪 那数字 他们自己报出来的数字 上年也是说四千人 这个是因为在佔领之后 面对很大的问题 觉得佔领这么大事 都搞不清楚 都没有用出来做什么 游行来鸿恩吗 游行把吗 那之后有一年 就退后了一个月 因为不想吃得那么硬 怕被人吵 坦白说 好了 之后其实 16年1月1日那年 我说的是 就是 16年1月1日 对 那就是只有那四千人 他们自己报出来的 报才是四千人 是啊 警察那时候就报万乐 那今年他们就预计了 就是那个申请人费数字 就是五万人的 但是欧乐軒自己说的嘛 他说期望一万嘛 期望啦 期望先一万 当然啦 民阵上年报四千 是啊 不是 今年照计民情 会很不顶的 未必 他自己也很担心 他自己说 梁振英现在不出来连任了 我说了 那斯文就放松状态了 那不行啊 放松状态 就是捐不到钱给他们 你明白吗 如果以古装戏 勾心斗角片 这个时候呢 那些太后 particulate 那些袖子那些人逃出来 玩着 cooling 那些 pardon zew comfort 你他一定要掉台移 又要他掉台蛎 然后 Enough 你你坐落了 你又不高兴 你也说担心没有民情 是不是就要拋掉 这个ард 你自己有份 他们就是有份 他们有iosis 是走來開香檳的 他們有個狀況 現在又說擔心的 其實擔心不能投錢 是啊 因為之前有個想法 不管年宵也好 或者元旦有 他們很多東西都拿出來賣 籌款等等 他們很多人印… 籌款當然會被人印了 印了 印了那些踢 狼英落台之類的 死定了 但現在沒有了這個 他們就很擔心 另外現在其實有個… 只要這樣製造大量輿論 其實梁振英是會死灰復燃的 他會走出來說要選的 那些產品就可以再賣 所以我早前看到有人分享 說2012年梁振英 分享那段新聞 而今天去申請 籌款方面 今年他們所謂主權在民 有其中一個最矚目的籌款 可以說是他們最焦點的籌款 就是這個守護公義基金 因為全數就撥捐了這個守護公義基金 就是這個守護公義基金做甚麼呢 現在最大的用途就是要給那四名 被司法覆下的議員 去打官司 剛才說了我的名字 免得再重複了 現在500萬就是他們的基本目標 暫時來說他們說現在籌到超過18萬 距離的目標當然很遠 期望今次的元旦遊行就可以幫幫倒手了 還有18萬 還有的 黃絲博都寫得了 不然香港就不是這樣 那個狀況就是 希望今次遊行有幫助 因為你們始終 是的 這個是的 我們去遊行的東西 我們都參與 叫做參與 OK 所謂的參與就是 可能我去拍他們 拍他們 或者 有把街站 甚至放一個街站 或者再早一點之前 我還沒做熱血時報之前 那你都會參與過遊行的 總會的 元旦兼少 我也試過參與 好了 這種狀況 應該這麼說 不管任何遊行 你把箱子放出來就容易有的 是 他們是一些關技 甚至是老手 他們很清楚元旦遊行 如果多人出來 就怎樣都可以幫幫忙 現在15萬而已 18萬 現在18萬而已 是不是 很好吃 那些目標500萬 多大的口 他不是這樣 當然 不過因為 我剛才說了 扣除了一些開支 才撥捐給他 那民陣也包了底 不是包了捐款的底 包了自己 開支 當然了 搞一次遊行 對的 你也知道 我又沒有什麼很評擊 即是 搞社會運動 你說叫人出來走 然後你要籌一些錢 沒有說不合理 那是要花費的 那別人要搞的 別人要面對風險的 別人要負責任的 你說擺個商籌款 那你就做了 雖然不妥理 就是你一件事 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現在沒有那些 因為梁振英 不練飲各樣 我覺得他們是擔心的 那這個是真擔心的 我明白的 我擔心的狀況是 我猜他們是 小感到大水喉肥 小感到 而小感到 老實說 大水喉的東西 有時候有名有暗 你不知道的 而遊行籌款的時候 你就可以籌募到不同的資金 我免得太明白了 那你就有遊行籌款這些名目 我知道 有遊行籌款這些名目 是的 那你就 之前有些團體 一些年輕一些的團體都試過 有幾十萬的籌到 哇 這麼大的數字 真的 多少個商資質那麼悶 真的不知道 但現場真的沒那麼多 現場見不清楚 真是奇怪 真是奇怪 那有 現在 所以這次遊行 我覺得他們很擔心 就是他們 你做不到那個聲勢 然後告訴你 原來籌 哇 上年四千人 我當他今年維持那個數字 不要看死別人說一定少了 當他維持4千人的人數 哇 接著你說 原來籌了三百多萬 就是每人拿一萬而已 那你聽上去 你聽上去就覺得 哇 真是堅持的支持者 香港有光明的一天 你就很難 很難出到這些數字 對嗎 那你變成了 他當然想搶大一點 你看到歐羅軒 你看他的樣子 哇 幾個都這麼擔心 歐羅軒籌款 籌款不擔心 他很擅長的 HKTV的時候 那時候人多嘛 人多嘛 那麼擅長 用別的名字去參加 現在你嚇不起那麼大的人 在他們最大的難題就是 你想來想去 怎麼想難去都想不到 你怎麼想到可以遇到更多人呢 你說歐羅軒自己 我… 你出來拿跑也沒有用的 沒有 但拿跑也沒有用的 都不會遇到多一萬人出來的 現在人就不會多了 坦白說 尤其是又元旦又Holly Day Mood 你說是不是要找主題呢 他現在的主題放了四個面臨司法覆核的資源 其實這個題目很不Hot的 當然不Hot 都不記得 這件事很不Hot 而且那件事 其實也是我剛才所說的 是受清淨所拖 然後你說 你們打官司 然後你要我去付錢 那件事又是 又不知怎麼說下去 然後又說得 這個其實沒問題 但你很難令人說得清楚這件事 這次DQ你 或者司法覆核你 這四個議員 跟梁柔的分別在哪裡 大眾未必清楚 你也很難說得清楚 他只會說我們沒有說Gira 你只可以這樣分別 那你要告訴我 你保不保護清淨那兩個 那你見別人… 現在不是鄭公愁 你見別人喊口號 你喊口號也見到曾建超 見不到梁柔你就明白 我想他們說清楚 說明有些事 你是不預計他們的 而且我覺得 我們剛才播的那些片 你見到他們 一人腳 其實跟看泛民那些大集 大集出來 然後做過記者會 就不同了 因為很多年很熟悉的 譬如有劉慧卿 有何俊仁 那些面孔都滿了 那滿了是否代表 不是好事呢 那敢不敢說 那件事是什麼呢 那件事是 我們不是經常在這裡說 行禮如宜 又搞又行 是啊 那他現在也是這樣 不是 我想說 連他們的樣子也反映給你看 是這樣的 你再播一次他們喊口號 他招聚了 反映給你 哎呀我們今年又搞了 這樣子 就像我們上班的樣子 你看看多一次他喊口號 反對釋法 反對釋法 撤回覆核 撤回覆核 我要真普選 元旦走出來 元旦走出來 守護香港 我要真普選 我要真普選 是 很軟弱無力的 就是 鼓起 喊喊喊喊喊 因為 如果你看過一些Live 以前我們看這些記者會 通常是無線剪好的 就說 文正根本搞的遊客 歐六圈就有些宣布 他就說 我要真普選 就是李卓仁喊喊喊大聲 但現在通常 如果你看一些片段 譬如Sowrack 或者Facebook Live 就連前後都沒有剪 因為他免得剪 或者整個RAW片 就扔上去給你看 你就會看到 大家坐下 我們叫我好了 準備 1 2 3 我要真普選 我要真普選 即是那樣東西 但是大家都很累 其實大家都很累 我覺得民陣也很累 其實進步了 又要賺錢 他覺得 賺錢不是罪 老實說 我不知道 譬如韓廉山之類的 我相信他已經在現場 他不知道有沒有大頂王姐 大頂王姐 他們在室內曬的 然後說 不要笑了 今年一定是大王姐 記者會不會出王姐 記者會不會出 留下來 留下來 我又不會 他們不覺得 他們不覺得這件事 他們不理解那件事 黃姐說一下 他們也很感受 我會覺得 他們很感受到 他們也很疲 那個疲 不是士氣上的實力 不是什麼 而是他們都覺得 又搞了 都沒什麼意思 都要做 這份工作 好了 我們喊合想 沒有位著力 剛才說了那麼多 就是梁振英 不連任 沒有位著力 他有一句 什麼走出來 元旦走出來 元旦走出來 終於 給了些文化 元旦出街 元旦走出來 元旦大家出街 平時又不可以出街 你沒有位著力 梁振英 不連任 沒有位著力 梁遊那方面 又不夠膽 好像你這樣做 你又不吵 又沒有位著力 沒有位著力 現在泛民穿什麼力 你應該保護清政 走過他們灣仔的角樓 最著力 泛民最著力 就是之前選特首選委 其實那一刻拼命 最著力就是那個 坦白說 你真的提醒我 相對起上來 之前選選委 說真的選委 沒有人工沒有性 他們拼命很多 超拼命 有傻的 我知道有傻的 相對於元旦遊行沒有傻 說你搞了 鵝六軒 對呀 相對來說 我現在發現 他的力量都擺在選 沒有著力 很累 怕知道做什麼 你去到這裡 我真的將心比心 我都覺得鵝六軒 很慘 好像搞了 做 鵝六軒 這些位置就是看你的中心程度 現在就是沒有位著力 但其實也是發為位 如果你發到的話 但他發不到 沒有位置可以找到法 對 其實在什麼時候見真章 就是見報紙沒有新聞的時候 你做兩個小時 直至那一刻才會見真章 神經病 如果發生大事件的時候 你要做評論有多難 都可以做到 狀況是這樣 那你見到歐六軒 有時就是最老套的一句 議題不是會議題來找你的 沒那麼幸運 你要去找議題 他不是還有很久的議題 踢走六八九又做撤子又行 他真的踢走了 時間不正 那我做什麼 喂 我想說 如果這件事是這樣的發生 你引證下去 他超 如果香港真的有真普選 這班人他不截著你 不要那麼開心 雖然有公民提名可以選 雖然甚至是泛民的首都 不要那麼開心 我們照搞遊行 從來都是的 這個所謂永遠的反對派 這個是說了很久的 你這群人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是永遠不夠膽去 這幾個月成為了泛民 其實這三四個月成為泛民 最大的惡夢 我剛才說了 清正在某程度也拖累了他們 然後六八九不做 然後他們可以申請回鄉證 他們完全招架不住 好像在他們的人生的man料裏面 沒有想過他朝政府放軟聲氣的時候 你們是怎樣的 他當時就站在那裡 是啊 喂 有回鄉證這樣 啊 那就自己去申請 有些事情就自己去申請 要上班不了了 不搞錯 他真的是神聖的 我想說 那班人昨天 尤其正在播過的影片 播劉慧卿 李慧琼撩他 喂 你們一起去玩 他馬上尷尬得 他的樣子比民主黨的標誌 不要了 唉 說了這些話 那你又爭取 好了 又說踢了老闆 真的走了 他現在馬上說 那制度也重要 神經病 你不關心克里米亞那裡 我覺得泛民這堆 其實我想他們有很多怨氣 怨就怨在 你們的北京也好 你們的香港政府 港共政權也好 你們有很多事情跟我單聲 很難 現在是用單聲的地步 坦白說 以前是有這樣的溝通 你說這幾個月很不遷就 其實這幾兩年很不遷就泛民 不論是梁天琦的出現 當時韓國萬計票的出現 本土派削弱了他們很大的力量 其實是籌款的力量 他們的根底 然後去到清政出來搞他們 然後去到 好了 你說一方面就是 就是這樣說我們這一邊 你說本土有什麼都好 反對泛民在過往 在爭取民主的 不落力或者卸做 或者辦做事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跟他 政見叫做不同的建制派 那邊的力量 那邊硬正起上來 你又招架不住 因為梁振英硬起上來 你才覺得本土派有用 覺得泛民是廢的 好了 他軟起上來 放回鄉政筆 你又招架不住 那你吃屎吧 吃一屎 根本好像整個政治生態 整班泛民說 政治生態不遷就我就做不到 太強硬我又做不到 太軟化 那我就跟民建聯沒有分別 那怎樣 那世界怎樣遷就你那幫忠義傻 那就是 你的忠義民團 如果再去 我講他們很涼薄的說話 如果再去他們來說 來一次六四 他們就最開心 不可以重振成 只有六四 如果不那麼刻薄 不再有那麼大型的血腥鎮壓 最好只剩下六四的議題 只有他們在這裡掌握 那就最好 那就不行 最好只剩下這件事 最好的特首不是那麼好 最好是讓我趕他下台 但他又不下台 我保持了可以叫他下台 這就是你唯一最好的政治生態 那支聯會沒有頂級 不是 他唯一可以生存就是這樣 如果他知道六四真的說平反 他們就不害了 只是平反沒用的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大家要理清歷史 那件事你反過來看 你現在才發現 法國泛民的不堪 不只是不做事 或者不懂做事 發覺就是 其他政治生態稍微有些改變 他們已經不懂得適應這個環境 太強硬又搞到我們好像做不到事 太軟化又搞到不要那麼軟化 我們又不知怎麽著力 那系統永遠就是這樣走下去 這群香港人 這群泛民 最好就是這樣 你重回舊路就最好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想 所以他們其實還有票 很多人還是想回舊路 整個所謂香港的社會生態 或者整個政治系統都是這樣 而最可憐的是 譬如現在你見民陣這群新的 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就是我和你這個年紀 三十多年 過往我五六十歲 現在真的接班 現在連李卓人也見不到 你見過那群 歐六軒大我小 很小的 歐六軒八七年 八七年 那麼年輕的嗎 是 三十歲 小我一年 看起來真的不像 看法律不像 那真是年輕 最慘的是 他們不是繼承了這個組織 不是繼承了 他們繼承了整個理念 他們繼承了這種做事的理念 不是政治理念 他是繼承了辦事方法的理念 繼續這樣做 我心想你年輕人這樣做不行 我只是這樣想 不過我不是做了你很多 不是 遲早就收拾了 比葉劉之旅的 收拾了 收拾了就好了 剛才明報葉劉的訪問 如果泛民肯做忠誠反對派 是可以做入國的 行政會議還是司局長 這句拋出來 雖然在今屆未必有事 往後就不知道 你那些所謂年輕泛民 其實不同的那些 本身有律師有性 或者做了這麼多年 政治總有一些游泳在身上 他們不同 這完全是第二溪隊 某程度上的負難 爛船三斤是何俊仁 律師都有收入 但是現在生態 說沒有就沒有 沒有的 你有什麼社會地位 我拿去走出來 不過算了 這個去到low的局面 說到下去 大家都會傷心 這節過了 我們到這裡回來 說另一件事 好